此次新冠肺炎的出现是因为一种能对人体产生感染的冠状病毒 由于人类吃法这种病毒的免疫力所以出现易感症状 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烧 四肢无力 干咳等 还会伴随呼吸困难 少数患者伴有鼻塞 流涕 腹泻等症状 对于自身患有慢性病免疫力较差的老人 把病率较高 新冠肺炎虽然有致死的风险 但从目前的医者观察来看 一些症状轻微的患者基本可以依靠自己的抵抗力自愈 其中新冠肺炎多数患者为中轻症 治疗得当也可以痊愈出院